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我们来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日前 上海电视节官方公布了 第27届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 崛起年代 山海情 大江大河二等 将角逐最佳中国电视剧奖 绝起年代 于和伟 山海情 黄轩 大江大河二 王凯等 将角逐最佳男主角奖 刘金岁月妮妮等 将角逐最佳女主角奖 其中 山海情已九项提名位列第一 包括最佳中国电视剧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原创等 近日 全国政协委员 广州雕塑院院长许洪飞的 个人作品展 在中国政协文史馆展厅展出 本次展览主题为 以雕塑的名义 讲述太阳下的幸福生活 许洪飞用多个雕塑作品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在百年争融岁月中 坚持人民至上 始终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这些展览也是 首先就是看到 在建党百年 我们的民众的这种生活的变化 也是中国奋斗 创造出现在这种 这些美好生活的这种 和平安宁的这种环境 也是 进入一些就是不忘初心 就是 大人的这种 奋斗 就是民众的 天国奋斗参与 包括每一个 历史的这种环节的 一些作品 此次展览共分为八个主题区 共计展出了许洪飞 从事雕塑创作多年来的 一百件代表性作品 除了为庆祝建党百年 而专门创作的 红色革命主题作品 同时展出的 还包括有它最具代表性的 个性张扬的 胖太阳系列作品 以及最新创作的 抗议主题系列作品等 这些雕塑作品 以各式形象 展示了新时代的 中国人自信阳光的 精神风貌和乐观向上的 生活场景 此外 本次展览还首次引入 高科技的互动体验 观众们可以在展览现场 通过肢体与投影 在大屏幕上的雕塑形象 进行互动 从今年四月初开始 中国文联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联合全国各级文联组织 各全国文艺家协会 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在浙江 湖南 陕西 江西等地 发起并录制 《精神伟丽 学党史 传精神 跟党走 中国文艺志愿者在行动》 特别节目 通过弘扬红传精神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红颜精神 抗委援朝精神 等一系列中国精神 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 学史名礼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结合生动的文艺实践 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走 走 好 停 就这地方 我们这里改一下 我们从中线为切 这半边的我们就往这边走 这位群山环绕的是 湖南省诸州里林市围山村 村委会前的广场不大 却积极了一百二十多位 来自省市的文艺志愿者 和由当地脱贫群众组成的 村民舞蹈队 没来得及放下行李的 舞蹈家黄豆豆 正在为中国文艺志愿者 在行动 弘扬脱贫空间精神的 文艺节目 幸福红的实景拍摄 进行排列 歌曲幸福红 由歌唱家张爷演唱 舞蹈家黄豆豆 编创黄场舞 青山绿水见证的两位艺术家 首次同场表演 完成一部作品 这个歌第一遍还没唱完 我脑子里面已经有所有人 舞着咱们中国最传统的 大红筹 在幸福时代 高歌起舞的 脑海的画面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是在网络里 完成了教训 满山坡的苹果 好的 反面 手碰那块 像满的 转一圈 从下面看得高 继续转一圈 我们的几个气氛 是我们的 体育通 我就给人家 有理论的 要体育金好了 在5月23日 第八个中国文艺志愿者 服务日到来之际 中国文联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在全国组织开展 学党史 传精神 跟党走 中国文艺志愿者 在行动 主题活动 以中国精神为载体 与当地文艺团体 老百姓紧密互动 共同完成 西迁精神 铁人精神 交易路精神 小岗精神 等相关文艺节目的 创编和拍摄 在湖南诸州 李林 路口区 龙凤村 龙潭村等地 录制的这首 幸福红 是中国文联 此前专门打造的 文艺扶贫原创 主题歌曲 展现的 就是脱贫攻坚 精致 五起红酬带 唱响幸福红 中国文艺志愿者 特别节目的拍摄 引发十里八乡村民的关注 山坡上 大树后 到处都是看得 喜笑颜开的村民 他们更是把拍摄的 小视频发到网上 在幸福红的歌声中 分享脱贫后的 获得感 幸福感 看得很精彩 我给发看到朋友圈 你看一个个笑得好开心 对 看到他们的笑脸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 我觉得此刻 我的幸福就是这样了 我们今天 我们围生 特别业劳 跟晚宁过年一样的 老百姓非常的高兴 特别是在几年 我们通过脱贫文庆 发展乡村旅游 我们现在等会了 居住四代 乡村人群 四番城 几回回梦里 回延安 双手搂定 宝塔上 千生万生 呼唤你 母亲延安 就在这里 在陕西延安 杨家岭革命就职 在志丹县 抗日红军大学就职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 在鲁县旧职 文艺志愿者们 接受红色革命洗礼 由陕西省文联 推荐的诗朗诵 回延安 作为映照延安精神的作品 入选此次录制活动 回延安 是贺靖之先生 创作于1956年的 经典诗作 文艺志愿者们 在宝塔山下 沿水河畔 共同完成视频的录制 每次回延安 都有不同的感受 今天又是建党百年 可能意义更加非凡 一代一代 一批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 顺着当年的路奔向延安 今年我看到了 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 又来了 这表明我们的延安文艺传统 人民文艺体系 得到了发扬光大 通过这个中国精神 这条主线 国家省市县乡村 各级文联组织 还有我们的文艺志愿者 来围绕学当时这个主题 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 通过不同的文化艺术实践 来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 增加大家的精神力量 在这次全国文艺志愿者的 集体行动中 林永健在四川绵阳 紫童县两弹城 以情景句 人生不等事 完成两弹一心精神的诠释 歌手平安在广东深圳 用歌声唱出特区精神 李丹阳走进北川 与当地群众一起弘扬 抗震救灾精神 威宇娟周伟走进武汉 与医务兵作者 建设工人 人民警察等 共同歌颂抗议精神 乌兰涂雅等 走进内蒙古科幼中旗 畅想蒙古马精神 康辉 朱迅 陈晓 与大国工匠们 一起朗诵作品 向祖国报告 弘扬航天精神 生动呈现出 精神伟丽 学党史 传精神 跟党走 中国文艺志愿者 在行动的主题 作为文艺志愿者 我们更多地 要从舞台上走下来 走到人民当中去 跟人民共鸣 通过大家学党史 知党跟党走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考虑的 还有一个就是传播 要把中央的精神 把中国精神 能够传到千家乱户 这项联动全国各地 进行互动共演的文艺活动 充分发挥 文艺志愿者的 志愿服务精神 为当地送去文艺的给养 加大文艺培训 原创作品的推广 以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 宣传党的奋斗历程 让人们感受 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可以关注 文化十分的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 和文创产品 还有机会参加 我们的线下活动 与您喜爱的艺术家 面对面